医生说杨佳英传了他家照片给我 所以我有了一些解离想象的连结 虽然很难解释 但我得回到现实世界 这是我生活了三十几年的地方 我的家人朋友都在身边 我开始慢慢相信 我虚构了你和猎头顾问的一切 但是昊明 既然你不存在 为什么我这么想念你 而且对你充满愧疚呢